恭请求法师师悲开示阿弥陀佛 恭请法师师悲开示阿弥陀佛 恭请求法师师悲开示阿弥陀佛 尊敬的我们学离金钟学会 我们的证据是师悲 尊敬的这位同修 这位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今天 借大家共修的时间 来跟大家 也借这个姻缘 来跟大家互相鼓励 今天 也是我们 佛教的中原 在这个一般我们学离 都会办佛七 集办这个三十七年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个姻缘没有具足 听说我们学离 这个封城已经两个月了 疫情有没有改善呢 但没有改善 天天的增加 甚至于师父有时候 要出去这个丢垃圾 都要戴口罩 所以说明这个疫情 传得很严重 有一次师父 要丢垃圾的时候 就是要把这个垃圾桶 因为政府要来收 对面的人看到我戴口罩 都像了 像我戴口罩 只是丢个垃圾而已 为什么要戴口罩 规矩就是规矩 今天 为什么全世界这个疫情 没办法控制下来 因为人不守规矩 不听话 一个国家 如果人民不听话 不守规矩 这个国家不是要完了吗 一个家庭 不守家规 这个家庭 不是要完了吗 一个道场 也是一样 没有规矩 这个道场 不是会乱掉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今天呢 我就借这个应援 来跟大家讲讲话 现在这个社会 很不安定 很不安定 很难教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人都不听话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念佛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一些人 念佛 会得利 为什么念佛 有一些人不能得利 原因在哪里 关键不是在外头 关键在你自己 本身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不论世间法 不论在佛法 成败 最重要的不是外脱 最重要的 关键在我们自己 本身 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 处世 待人节目 遇到一些逆境 可能人家来批评我们 毁谤我们 甚至来伤害 用一些态度 不吉祥的态度 来对待我们 今天如果你能够有修养 你能够有修行 外面的这些境界 不会被来干扰你的 而且你能够用你的修养 来转这个境界 把这个烦恼成菩提 所以修行最主要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讲经 说法2500年前 这个佛法最主要 不是对外的 是对内 对我们自己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在这部无量说经 而所说的一切法 也不是对外 是对 对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任何 什么样的境界 最主要的不是在外头 在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真正去修行 真正修行的人 什么样的境界 对他来讲 都是一种考验 就是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我们必须要 知道 像师父有认识一个居士 有一位夫人 已经十几年了 她有一天呢 我看到她被一个 很恨 就是说有一个人来对她 来骂她 批评她 侮辱她 甚至用一些很伤的 一些语言 来讲她 我亲眼看到的 我问这位居士 我问这位夫人 你会不会恨她 那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的情形 你会不会恨她呢 讲实话 人家骂你 人家批评你 讲话 讲得很难听 正气来伤害你 你不会难过 你会不会伤心 你不会恨她 如果你会恨她 说明你的念佛 功夫不得理了 但是这位夫人 我问她的时候 这个是事实 我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这个我们 借这个功修的时间 半个钟头来跟大家 互相鼓励 这位夫人 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师父 我不但不恨她 我要感恩她 为什么呢 她来成就我 她来成就我的人 如果今天我来报复 我来骂她 来伤害她 那我跟她有什么区别呢 我又跟她有什么两样 我们学佛的人 不是这个样的 学佛的人 最主要的讲什么 讲修行 你有没有真修行 你有没有真念佛 这句名号荣义啊 不用去背她 你能够顺口念出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没有真念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会修行 不会修行的人 每天都被这个境界而所转 会修行的人 每天都转境界的 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 因为我认识这位夫人 已经十几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这一生出家二十几年 没有看过 有这样的人 包括出家人 我唯独看到一位 他有这种的修为 说明什么 说明他懂得佛法 他已经听懂 释迦摩尼佛 2500年所说的法 他听懂 我们有没有听懂 佛也照样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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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基照样 喜记照来 所以 很多事情 就会同修 只有经过修行 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只有真正的修行 你才能够将来 往生西方净土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缘而已 修点福报而已 真真了生死 我们已经没办法达到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聚会 一起来念佛 最主要是什么 今天不是告诉我们吗 诸善善人 聚会一处 我们千见阿弥陀佛 我们目的最大的 就是要往生西方净土 首先 你是不是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你能够标准 经典里面所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往生西方净土 才有你的分 不然的话 没得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缘 修点福报 真真了生死 只有功德 才能够帮助我们 了生死 这个功德 要从哪里修 从自己 所以 我们要多磨练 去磨练心 所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也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谁一样 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心 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愿 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要把你的心像水一样 我们不是要供一杯水吗 水的代表是什么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你要跟这个水一样 天天培养你的清净心 我今天念佛 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因为清净心 才能够带来幸福 因为清净心 才能够带来我们 往生西方净土 因为清净心 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的 只要你还有一丝毫 对世间的留恋的执着 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都是修福报而已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很佩服 我很赞叹这位居士 他真的已经听懂了 释迦牟尼佛所说得法 他已经听懂了 我们现在每天读经 有没有听懂 不知道 我们天天念佛 有没有听懂 我也不知道 所以互相鼓励的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不是对外 是对我们自己 怎么样来培养自己的德恨 这个简单 来为大家讲讲话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们没办法聚会 有一段时间 又没办法跟大家 一起来共修 借网路 这个姻缘 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话 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郑总给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 那个题目 这个题目 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深信 最主要是讲真信 这个信有假有真的 真信 你又真信 事实不退 是讲真愿 你有切愿 就是你要有利息 有利息 你才懂得去努力修行 念佛才能够达到目的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我念佛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人告诉我 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能够分享 把你们的心想出来 我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啊 对不对 我念佛我要求福报 我要念佛求平安 我今天念佛我要求发财 很多人这样有想法 所以首先必须要把目标 搞清楚 搞明白 你就念佛就容易 精进 不容易懈怠 这个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 像前两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 我问师父 师父 我为什么念佛 进得 退得多呢 我说很正常啊 不但你自己有这种的现象 师父也是也有啊 有时候我们会退步的 那你们今天也是如此啊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的现象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懒散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退步 都有这种的现象 那很正常 不用挤 你看释迦牟尼佛 你看阿弥陀佛法藏比丘 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是经过很多磨难 很多错误者 但是他的心只有一个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众生 帮助十方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因为他的这个志向 才有今天西方几个世界 才会有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后 功德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个志向让他勇猛净进的 但是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 释迦牟尼佛经过很多的磨难 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难 才会有今天事件在印度成佛 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你看我们净土中的这些主事大德也是一样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难 才会今天成为我们的主事大德 所以我们不用退些 没关系 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这个样的嘛 没有一个好的善自私 没有一个统参道友 没有一个好环境 让我们一起能够互相鼓励 互相努力 互相来修行 互相来精进自己 互相来提醒自己 很正常 但是关键我们一定要知道 无论如何这个环境 我的目标就是要了生死 所以我们反复 为什么每天要念佛 每天要读经 每天要听经 没有别的 你看无量寿经在第37品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你在这个环境修行 一天同就 超过无量寿国为上百岁 一百年 说明这个环境不容易修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关键 就是要四十腿 你要真怨 你要窃怨 有窃怨你才能够立行 有立行才能够懂得去修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会同修大德 人生无常啊 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净土 无比殊胜的法门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 无量节以来 我们所修学的福报 上根福德 已经很深厚 所以这一生又遇到了 那这一生遇到 我们怎么样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失去这个机会 这个人生很苦的 连我自己这么年轻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我相信你们也会跟我了解这个道理吧 你看哪一个世界在这个世上 真正是属于是我们的是哪一个 没有的 不要说外面的身外之物 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也不是我们的 你在执着什么 过于执着什么 该放下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懂得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你把这个目标搞清楚 你就懂得去努力了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 佛只是修福报 修福德 增加的福德 消业障 消除一些 我们这个所讲的 忏悔业障这些 那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没什么特色 这个法门没什么特色 因为你要修这样福报 消灾 免难 增加你的福德 你可以不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念地藏王菩萨 你可以念文书势力菩萨 你可以念普玄菩萨 没什么特色 但是如果今天以了生死 这个角色来看 这个角度来看 那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我们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那了生死 用什么方法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生 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 先跟大家分享 有两条路 你可以选择 看大家的能力 看大家的上本 说实在 今天 真正要 教导众生 要生死不容易了 真的很难 像前几天 我会有一个护法 我为他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师父 西方极乐世界固然是好 但是我这个环境也不错 而你孝顺 太太又这么好 哎呀 舍不得 你看 你看 所以很难 现在真的很难 所以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就是说 你自己有能力 断货 就是把你的烦恼断货了 过来正果 这个断货正果 就是以禅宗里面 我们所讲的 就是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等于就是破了 无名 这个破无名 这个破无名 见法身 我们讲的 法身大士的身份 主意的 打破了我们 武量节以来的 这些无名 这些烦恼 生死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 尊敬的 不要说 敏心见性 大策大悟 你这一生不退转 已经算不错了 你这一生不迷惑 不颠倒 而不照应 已经阿弥陀佛了 你能够敏心见性 行吗 很难 你们听懂我的话 明心见性大车刀很难 我们不是上上根之人 我们是属于下下根的 我们没办法 没有这个机会 也使今来不及了 师父用一个比喻了 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下面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大成佛法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就是要至少要断三界 八十八品见祸断尽了 你才能够有机会处理三界 了脱生死轮回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八十八品烦恼见祸 你断尽了 你真的处理流道轮回 处理三界了 行吗 八十八品见祸断尽了 不可能 太难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五亮节以来 走了这么一条冤枉的路 成佛以后再给我们介绍 告诉我们不要走他老人家的一个歪路 旧的路 所以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给我们 是什么呢 第二个 给大家看 下面的那一章 第二个就是求生净土 就是今天我们念佛的 但是尊敬的 只要你有这种能耐 只要你有这种坚定的意志 像法杀比丘 无论他在这个修行当中 他没有一范的风顺 虽然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磨难 但是他的志向 他的意志 你看他的意志 坚固不退 我给大家看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坚固不退那种心态 像法杀比丘 那往生就易如反掌 所谓的万修万灵去了 只要你有这样的意志 你相信自己 你一定要相信 我会成就 我会像阿弥陀佛 我会像祖师大德那样 将来我必须会成就的 没有一件事 能够来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 妨碍我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能力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你要相信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干扰的 没有任何人 能够来障碍我们的 但是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看下面的哪一章 如果你今天念佛 念得很好 像这一类人很多 很多人念佛念得很好 而且从念佛得定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愿力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种力道不够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聊生事 真的 今天你念佛念得多好 哪怕是从这个念佛 你能够功夫非常的不错 但是往生西方极的世界那种力道 不过那个愿力 不是切愿的话 你念佛没办法往生 像刚才我讲的 我为一位居士讲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的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为他介绍 但是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们这个环境也不错啊 师父 没办法呀 你还执着这个环境 也没办法 所以往生 关键不是在别人 在你自己本身 你有没有放下 而这个放下 从我们的心里面去放下 很多人呢 就是疏忽这一点 很难啊 真的很难 所以呢 这个事实不退啊 就是我们了生时的关键 这个我们道理 一定要知道 那关键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看下面 那一章 最后的一章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在讲经当中 常常提醒我们 常常劝导我们 既然要念佛了 那要用功了生时 我们要发决定的心 没有任何疑虑 怀疑 事实不对 身心净土 要发这个愿 我们只要一句阿弥陀佛 老实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求神通 不求神通 也不求保应 也不求感应 到时候 你就自然有道俱成了 这个道理 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 那要怎么样能够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呢 要如何真信 确认 然后立行 而修行 得到我们达到的目标呢 而我们念佛的目标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刚才已经大家 为大家说明 那要如何 来事实不退 如何来深信净土 这个事情 我们就留下下个星期 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简单 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虽然这个疫情 也不是很稳定 我们用我们的真心 用我们的真实心 来供养化解这个疫情 能够早日化解 最重要佛法里面讲的 尽心尽力功德 就是圆满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有缘 我们再聚会一处 在我们的雪梨 金中学会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有这么好的一个道场 那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做生死信念 一起来八观栽戒 一起来受戒 一起来为佛妻 祝大家六十吉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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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 十杯开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 呀 我的